现在我们要请教将军了 现在这是两台黄山发动机 那么它的吸弹量可以挂载 有8枚的中远程超速导弹 电子设备等等 那么现在最大的飞行速度 2.2马赫作战半径 也达到1350公里 现在被评为是个超级战机 我特别要讲 这个大陆他们做这个战机的短板 最大的原来最弱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引擎 我们讲战机的心脏 就是引擎嘛 以前之前来讲 二字苏字的战机的引擎 通常来讲它使用的时间性能 都没有每字的来得好 这个是不真的事实 所以譬如说 假如说美国的飞机来讲的话 它这引擎可以飞 飞个这个2000个小时 那解放军或者是 输入他们飞机的引擎 大概只能500个小时 你就必须要换引擎了 这是事实是如此 那现在来讲 这个大陆来讲 它这两台 它原来是 原来它这个歼35用的引擎是 这个涡扇13 两具涡扇13 它现在如果说换这个涡扇19 黄山发动机来讲的话 这涡扇19比照什么呢 比照美国的F-18战机的这种 其一414的这种发动机的能力 也就是说它大概跟美国 它这个歼35来讲的话 大概跟美国的这个F-35 或者是美国的F-18 这种引擎性能 可以说相提并论 但是关键再一点 它是双发的 那美国的F-35来讲是单发的 所以它两个引擎当初力比你大 第一个安全性也比你好 因为它两台已经 如果有一个故障的话 另外一台还可以 还可以飞得回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它换这个发动机 有什么影响呢 它可以在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说 殲35会在福建号上面来起飞 用弹射的方式把它放飞出去 因为它载弹量到12吨 其实那很重的重量 那你要用弹射方式 才可以把这飞机弹上去 但是它如果说换了这种发动机 它推力很大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前程看到辽宁号 或者山东号 它就可以用华耀式的甲板起飞了 那我们也看出来 这个辽宁号前一阵子 不是在回母港去修吗 它这个飞机跟原来 这歼15的宽度不一样 那它飞机的这种起飞的甲板 后面那个挡轮也要做一些修改 然后还有机库里面 隐形战机的机库 料件的配置 都要做一些改变 所以我研判它换这个隐形之后 很可能就是歼35来讲的话 就很可能会上山东舰 或者是福建号 不福建号是一定上了 山东或辽宁都有可能上 那上去以后影响有多大呢 因为它这飞机比歼15小 所以它带的数量可以比较多 多到什么程度呢 多到可以彻底的碾压 日本的出云号 跟英国的这种女皇号 皇家女皇号 伊丽莎白女皇号 大概他们的这个能够舰载机的 军舰上面带着飞机的数量 可以说可以互相相提并论 而且性能来讲的话 可以就是说彻底的碾压 因为它飞的速度比这个 今天F35还要快 所以它可能来讲的话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它换这个影音是最大的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弹化夹影机 弹化夹有源向控正位雷达 如果各位观众 如果说你有经验的话 你去看 它现在这个F35 它尖三十五什么 它机头做得很大 为什么机头做得很大 因为它装很大的一块影机 雷达在上面 它那个雷达很快 那这个也是赢过美国F35地方 F35现在用的是深化夹的雷达 那弹化夹是第三代 我们这个半导体也都知道 弹化夹属于第三代的半导体 深化夹是第二代 所以它的这种雷达的征收距离 会比F35还要好 这个是它目前来讲 我们为什么凭它为超级战机 所以在雷达征收武器的挂载 还有引擎的推提方面 这几个细节来做一个比较来讲的话 它的性能都是有大大的 对对对都有大大的提升 另外看到是大陆海警局 在2月3号公布了 菲律宾的3002船不顾到的劝阻警告 在22号到23号呢 执意的来清闯黄岩岛的附近海域 因此依法驱离 飞方的消息指出 这个月的16号 菲律宾派出了一架是208型的小型飞机 飞越了黄岩岛最低的飞行高度 只有150公尺 那么遭到解放军的海军战舰的无限电驱逐 在这边也是这个大小事不断了 韩明哥 菲律宾一直在这边想要做一些挑衅的动作 那可是问题是实力真的是差距太远 所以他不管做什么样的企图 都是直接就被挡回去 因为他不管是在船的盾位也好 数量也好 全部都差中国大陆老大一节 这个落差都太大了 所以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跟人家玩这个游戏 所以他们只好用这种比较易赢的方式 就派点小飞机飞过去 怎么样可以了吧 我还是要有动作 对你这样做干嘛呢 请问一下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样除了让你自己自嗨 哇你看我真的飞过去了 飞过去了怎样 飞过去就飞过去了 那能代表什么呢 你没有办法在那边实时发挥主权嘛 所以是白搭嘛 所以飞机飞现在一直不断的在做这样的一些动作 其实老实讲你偶尔做一两次 也许会让飞机飞机民众会觉得说 哇我们的政府很有价值 可是你一直做下去 飞机民众又不是傻瓜 他们马上就会联想到 诶每一次都是我们赢 那为什么赢了半天倒还在人家手上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就好像乌俄战争 台湾的那些PTT军武版老师都说乌克兰赢大赢 俄军惨败又死了多少万人 结果打了半天是乌克兰在退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就同样的道理嘛 所以真的不要做这种自欺欺人游戏 我老实说飞兵最佳的选择 就是跟中国大陆谈判 接受南海共同行为准则 这样子他就有机会在南海去进行开发 也有利可图 他遵循了美国的意见去玩这种游戏 就是劳民伤财 然后一无所获 这个是他一定会这样的状况 就来一下三不五十 没有用嘛 真的就没有用 你看他们之前也找了一堆媒体地责 什么东西去拍了 然后说什么国际舆论 说什么日本要把船送给你 要支持啊 那请问一下改变了什么事实 什么也没改变 所以做这些尝试是没意义的 不要再玩这种自嗨游戏 不然的话下次小马可思 你坐热气球飞过去了 再来看到是这个华为 华为现在最新公布了 是最新的折叠手机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现在在这个萤幕尺寸达到6.94寸 这是首款支援卫星通讯的一个小折叠手机 这个手机实在是让人家钦佩 你看它短短的时间 从去年的那个Mate60出来 到现在有几款 一下子什么P啊 一下子又是Paket啊 都来不及跟上 一直就有新基础 来不及跟上 而且每一款都有让人家很惊讶的地方 就是哎呀 怎么会想到这么周全 设计这么良好 太阳星全校客废 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虫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校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折扣